護衛生加油! 藝術加油! 澆米 receber和喜好朋友! 澆米此外幕 cked 澆米此外蘭当壹槿 澆米料恐懲 awe 澆米出镜 好,謝謝 是確定是今天下午開始請假了嗎? 呃,謝謝 所有關心韓國瑜的海內外的好朋友 所有關心我們高雄市海內外的好朋友 今天在這裡正式要宣布的 我要開始請假投入總統大學 今天是一個重要的一種 我在這裡鄭重的宣布 從明天開始 我將請假 全心全力投入總統大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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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月來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捲起袖子 努力地工作 和我們高雄市民朋友通力合作 為建設美好的高雄來打拼 讓我最感動的是 全高雄上上下下 充滿了一股奮發向上 脫胎換骨的氣息 全台灣人都可以感受到高雄這種新風貌 新氣象 這種充滿希望與奮鬥的氣息 感染了很多的朋友 他們喜歡來高雄 就是想要這種溫暖 勇氣還有希望 太多太多的朋友勸我參選 中華民國總統 不是要我放棄高雄 而是要把溫暖 這種希望帶到全台灣 我深深的了解 台灣人民這幾年過得非常辛苦 世界上的苦人不怕多 只怕得不到一絲絲的溫暖 只怕看不到一絲絲的希望 而我們當今的政府 帶給了人民什麼樣的溫暖 帶給了人民什麼樣的希望 大多數台灣人民是傷心跟失望的 當前的政府 只會大砍最守法 最聽話的軍工叫緊銷的退休金和薪水 欺負沒有反抗力的勞工跟農民以及庶民 一個政府最後只會講酸話 恐嚇人民 請問當今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帶給我們台灣人民什麼樣的希望 坦白說 雙話講再多 都不可能使我們台灣壯大 批判再強 也都不可能使我們變得更強大 真正的台灣人民 強大起來 只有靠著建設自己 壯大自己 朝正向發展 人生不就是如此嗎 我們可以不可以不要到處挑釁 建立一個和平的環境 讓台灣成為民主繁榮的典範 台灣有純潔善良的人民 勤奮安定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不一起努力來建設更美好的家園 今天 韓國瑜 我已經決定從南方出發 是為了把南方的精神 帶給全台灣 南台灣是淳朴的 勇敢的 誠懇的 溫暖 我們會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 我們要互相的友愛對方 團結更多的人 為了建設充滿溫暖 溫暖與希望 要真正的民主與繁榮的台灣 為這個目標 我們一起來奮鬥 一起來努力 從今天開始 韓國瑜將會帶著溫暖與希望 從南方出發 重建台灣的榮光 重建中華民國的光榮 謝謝大家 謝謝 在我的心中 想起一首我年輕的時候 喜歡唱的歌 正好是此時此刻我的心境 我唱一邊給大家聽 好不好 唱完這個歌 大概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解釋清楚 這首歌你們聽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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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有一人要同心 愛有一人要同心 你同心絕不爭 我現在要出征 我如果是大不死 我總會追加來看你 當敵人不來欺負 我總會離開你 但國會每個人 命運 好 我現在要出征 就先要出征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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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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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好